一台机器结构简单,三秒就能完成墙皮的铲除作业,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 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的神尾水平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为了能有更美观的环境,更简洁的室内空间,旧房装修就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为了能有更平整的装修效果,铲除之前墙皮上的膩子就成了装修的头疼大事 但是人工去除膩子的效率低,效果差,做工时间长,这样很多的业主不满意 治疆的林师傅一直从事机械制造,听到亲戚土路装修的苦水时,决定帮一下他 历时三个月的研发,他发明出了铲墙机 为了能让亲戚快速用上机器,他制作的铲墙机结构比较简单,也很容易上手 他的铲墙机主要是由电机、减速机和铲刀组成 先是由电机带动减速机运作 通过链条的传动带动轴的旋转,使得刀可以进行有规律的铲除作业 但是他在实验中发现,刀口的设计并不是如此简单 随后他又将刀口更换为螺旋式 但是刀口依旧会出现受力不均或摩擦力过大 导致机器停止作业的情况 他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机械制造的书籍 自己重新进行刀具的研发 最后他将刀具设计为两端为平整的刀口,中间为螺旋式 不仅能使机器在作业时刀口的受力点均匀 还能加快作业效率 保证机器作业时与墙面的合理摩擦 他将刀具切合成等分的30段 在刀头的外侧增加斜角 增大作业面积的同时减小机器因摩擦产生的震动 林师傅发明的产强机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为装修工人的作业方式提供了更多选择 并受到了工人的广泛认可为他的发明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